繼續做題目 他說有個線圈這樣擺好 請問你哪一個不會亮 會亮什麼意思 會亮就是以線圈有感應電流 所以就問自己 要產生感應電流條件是什麼 哪一個沒有這個條件 哪一個沒有這個條件 那這很簡單 誰不會亮 這上面誰是不會亮的 什麼條件會有感應電流 哪一個是沒有產生這個條件 那那那那 應該很容易吧 答案應該是誰 A 要有磁場變化才會升感應電流 那我們講過什麼情況會升磁場變化 什麼互相靠近遠離啊 有相對運動啊 電流的大小方向改變啊 或者轉圈圈啊 什麼之類對不對 這些東西就會有所謂的磁場變化 所以 我們的C株式電流的大小改變 B呢就是有相對運動 叫磁場有變化 所以會升感應電流 那A就是啥都沒有 就沒有磁場變化就沒有感應電流 所以我們答案就是A 這題的keyword的重點是什麼 就是怎樣會改變磁場 我剛才在口語上已經講過一次了 我們教過了三個方法可以改變磁場 我剛才在講解的時候 我的口語已經念過了 拿三個 拿三個 我剛才口語已經講過了 要有相對運動 彼此靠近或遠離 或者改變電流 包括改變電流的大小 或者是方向 以及在磁場中旋轉 就是發電機那個 就發電機那個 好我們講過 正確的叫要有磁場量變化 不過國中不這樣教 所以就是 我們這樣就會有磁場變化 然後就可以升感應電流 這是第一個 OK嗎 OK 那下一題呢 哪個方向不同 這個可以 你不需要用到冷次 可以 它也沒有化電流方向 你也沒有什麼對或不對的問題 就是我們講過不考冷次 N靠近跟N離開 是不一樣的 N靠近跟S靠近是不一樣的 那你就可以知道 誰是跟人家不一樣的 好 就是N靠近跟N離開是不一樣的 N靠近跟S靠近是不一樣的 A是不一樣的 不一樣的 那你就會知道誰不一樣的 你剛剛說這個 A不一樣 A是什麼 來 我們的磁場變化如果一樣 感應電流的方向就會一樣 感應電流的方向就會一樣 磁場變化情形不一樣 感應電流就會不一樣 那麼C珠就是N遠離 C珠都是 對不起講錯 C珠都是S遠離 S遠離就等於N靠近 所以呢 C珠跟B是一樣 它只有A跟人家不一樣 A是S靠近跟它不一樣 所以我們答案就選A 這個是不需要靠冷視 就可以曉得的事情 可以嗎 可以